杨毅 女21岁 上海人 华东师范大学大三 音乐表演专业 哈喽 主持人好 各位现场的12位boss 大家好 我是杨毅 人如其名 热爱文艺小金星 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 在大学期间 我从事过很多兼职活动 从主播 然后还有平面模特儿 接过广告 拍过微电影 希望今天在这个场合 能找到一份关于传媒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打三是吧 是找实习工作 以前做过一些什么工作和活动 自己专业的话 会有一些关于钢琴的一些工作 从事过钢琴教师 然后还有一些主播的活动 主播是在哪儿主播 任客做了一个月 然后大概有小兰万收录 为什么不做 因为觉得这份工作其实前景不大 你直播的内容是什么 直播的话有弹琴 然后还有或者是跟他们聊天 你专业练过钢琴 是 钢琴有没有获得过什么荣誉和奖项 钢琴有一个德国奥米勒钢琴大赛 然后是一个全国的冠军 然后就开始有很多衣服的街拍活动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 情景资料拿出来看一下 这是我觉得第一套衣服 然后其实就只是放在一个淘宝的达人账号上面 然后这是一个广告的拍摄 然后这是一个不同风格的我 我可以适合不同风格的类型 来 夏姨 没了 没有了 就大概列了几个 可是你今天不是来应聘模特的呀 你摆了一套写真集 这个跟你职场能力的关系是 我只是把我的经历先放在这儿展示一下 那除了形象方面的还有其他的经历吗 工作经历只有是钢琴教师这个工作 从初三开始教小朋友弹钢琴 然后教到现在 今天来应聘的是什么工作岗位 我想有两种 一种是台前的 一种是幕后的 幕后是策划活动 台前的是偏影视方面一点的 偏影视方面的演员吗 演员 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你演过电影吗 就演过《跑龙套》 演过《跑龙套》 对 我给你指定一个角色让你演一演怎么样 行 可以吗 可以 刘家勇 他走了 你哭坟 可以吗 行 好 开始 爸爸 你走了 你就这样走了 你不管我了 你不管我的主播工作了 谁来以后给我讲故事呀 你和谁来跟我讲书呀 你别走 行不行 没有了 头半段真是有喜剧效果的 来 刘家勇作为当事人说一下获奖感受 爸爸还在 孩子 对不起 但是表演相当到位 是吗 差点把我那个给哭 哭了 弄哭了 对 对 怎么就到位了 他嘴角带着微笑 说你走了 你 你 我认为他很不容易 因为开始他是真的是戏虐的口吻来说的 对吧 爸爸是带着笑的 那后来真的是变成这个呼腔的时候有点打动心里边 不是 我觉得那个小燕姐是专门搞这个工作的 要不小燕姐来 小燕姐给你 那我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算什么反应 他其实以为演艺圈的那个饭特别好混 特别好吃 其实差得特别远 因为从他的外形讲 他也不是特别漂亮 从他表演 我觉得他演的也不好 因为他不是专业学表演的 表演是很多人的兴趣 但是还是要有功底 刚才你那表演还算是挺业余的 你要求薪金不低于多少 大概4000吧 不低于4000 有工作低于的限制吗 上海 来 一轮选择去获勒 还有九盏子 你为什么灭灯了呀 我觉得就是你在颜值跟职场能力之间 你可能更有可能是靠颜值找工作 所以你找演员我是能理解 但是演员以外的那个岗位诉求 我觉得你没有那方面的能力 所以你如果是想以你那个音乐工作室教育那个来敲门 我现在能打断很多企业 那你的PPT应该围绕这个 这跟职场很相关 但如果只围绕颜值摆几个写真集 明摆的跟职场没什么关系 那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我不是很想做教育这一块 那你有没有想象过自己以后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我是想要一个随性但是充实的一个工作状态 太抽象了比如说有没有局限到某个行业 其实就想进演员一圈对吗 这是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目标吧 但是我们现在进演员一圈蛮难的 对我知道但是我现在想求的是一份活动策划的一份工作 好吧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职场能力 把职场考题拿出来 你曾经很擅长做某事 但是现在在这方面遭受到很多的挫折 对此你会如何反应 A 心理想着自己已经丧失了做这件事情的能力 B 心理想着只要自己再坚持一段时间 就一定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C 心理想着是时候寻求他人给自己提供更多的帮助了 D 心理想着这件事先往后放一下 过段时间再来尝试解决 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会选择B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我做一件事情就一定会把它做好 如果是遇到挫折 我首先我会难过是一方面 然后再是鼓励自己不停地把它做好 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的状态 才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不寻求一下专业的帮助呢 也会寻求一些 但是我觉得坚持一段时间 这个更是我一点 为什么不暂时先放下一下呢 我不会放下 不会放下 对 我认为这是最纠结自己的一个答案 就是一 你不放下这件事情 证明你无法全身心地投入下一个事情 就你试图两个都同时拥有 这是最纠结的一种状态 你会选哪个 我一定会选C C 我认为既然这个事情是我的梦想 那我就一定要 我自己实现不了的时候 我就要靠外界资源来帮我实现 我也会选C 你也会选C 他这个问题其实蛮映射你的现在这个经历 其实你刚才问到你的五年后的定格 你是非常想当一个演员 或者当一个艺人 这个是你刚才讲的 你可能想去做的一件事情 可能现在刚刚你面临很多问题 你没办法去马上成名 但是呢 你选择了B 再坚持一段时间 但是你现在过来找这份工作 可能就是我觉得是更好印证了D 就你可能把这个事情往后放了一下 可能先找一份工作 在寻求之后的过程中 可能再去追求自己 比如当艺人的一个梦想 他的解释对吗 你好像貌似现在是这样一个状况 有道理 有道理 那你今天的天生我有才 还有其他的才艺展是吗 唱首歌吧 唱首歌 然后看看有没有进入演艺圈的前置 唱歌很少有加分的 得小心点 在你唱歌之前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今天你知道在场的12个企业 有哪些企业跟你这个工作 有那么一丁点关系的吗 都有哪些 你说出来就行 就 都 所以我一直观察他 就是他其实是现在需要生存 然后找一个工作 其实是临时性的 但是你又限定上海 你知道吗 王宝强 或者是所有这些去北京 北漂吃了多少苦 最后才能打拼出一个演艺事业 然后你现在要是说 我就为了临时找一个工作 那你想想老板怎么想呢 我培养你 我是不培养你 对吧 其实你自己还是要做个决定 那刚才施晓晓晓所说的 要吃很多的苦 你做好准备了吗 我做好准备 就是现在这个状态 我跟你说这样 根本 你要还在三心二意 你更不会有这样的记忆 是这样的 就是没关系 可能有机会 因为我们公司也投拍了几十部 这个网络的电影 那其实你可以是在一边 做一份这个策划工作的过程中 然后呢 我觉得我理解它 就是你想尝试一下 看自己有没有这种可能 还有没有这种潜质 可以在另外一个 这个行业里面做出来 我跟你说 就是立总的这个说法 绝对是外行人说 我当年外行也这么说 但是因为现在我不是外行了 我就不能这么说 我也不同意 实际 就是说 不是每一个演员 都是专业 专业做演员出来的 也有一些演员 他确实有一些机遇 但所有的演员 都是一无反顾的朝这个梦想 踏踏实实干了几年 才杀出来的 这是无一例外 有很多 但是第一次踏进去 可能是意外 好了 我们来听一下 他唱歌怎么样 好吧 来 话筒拿了半天了 你唱什么歌 名字是什么 别找我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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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没有 来 来来来来来来 还要怎么样 带我快抓狂 求你帮个忙 乌云 乌云 别找我麻烦 你觉得你唱怎么样 卡拉OK级别的 卡拉OK级别 都没到 不够不够 都没这样 十二张会转的椅子 过去都转回去了 其实他今天要是能弹首曲子都好 对 这个表才能真的不适合你 嗯 基本上首先脸是僵硬的 没笑容 是的 二也不活泼可爱 第三点根本没在调上 要不然我让你听听专业的 不用 研究补偿一首 好好好 亲唱两句吧 如果想你一样 总有人在美 围绕着我的卑微 也许能消退 其实我并不猜疑 有很多机会 像剧人一样的 黄大了的你的鬼 帮他抵不回 丑把光一样一样 可否别把灯打开 你让人爱一爱一样 触摸在 巨黑一片的舞台 好了可以了 上词了 图雷你注意到没有 这女孩的面部表情 已经僵硬了 我就让他看看 有这么多人 本来在音乐上有天赋的人 最终也选择了别的 岗位 所以你是否应该坚持 还是应该放弃 杨毅哭了 为什么哭 说说自己的感受 暂时说不出话 是吧 他现在做了老板 你以前想过做歌手没有 想过 后来为什么放弃 我担心养家糊口 而且我担心 我到40岁的时候 那个还有没有那个能力 还能赚到钱 沿路还会自弹自唱 以前也是个音乐爱好者 是吗 想过做歌手 或者是进演艺圈吗 有啊 当时 因为我问过我妈 我说我要不要 可以走这条路 往下走 我妈说 你去看一下你大姨吧 然后我就去教我大姨 我大姨是中央音乐学院的 首席的辈斯所 住在一个小阁楼上头 然后回来就出去找工作了 我想说一句啊 就是 这个其实 我还蛮有感触的 因为其实在我17岁的时候 我有参加过一个选秀节目 跟李一峰是一介的 然后也有机会去从事 演艺圈的这种工作 但是其实呢 你会发现啊 就是当你的想法 有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真正的 接触到这个圈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多的跟你想的并不一样 而且你自己 能不能做这些事情 很多东西其实你还没有想好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处在这个阶段 对 我觉得大家不要打碎杨毅的梦 就是他其实是 很真实他这个梦想 而且很真诚的就是讲出来了 对 他自己也承认 现在不是说下决心 一下子跳进去 从来可能先从一个 较大实际的工作 让人有尊重一点 让别人话话说完 任何这个梦想 对不对 我们真没有打碎他的梦想 我们是想告诉他 如果要实现这个梦想有多难 是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给他在基础的工作之外 提供可能一次两次或者三次的机会 所以最后的选择要靠他自己来做 好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磊 还有两盏灯 来 直接进入谈前不上盖 来 两位请上去 我问一下杨逸 对这个薪酬你有意义吗 我就想问一下职位 先进到公司里面 再来寻找机会 那么你可以从跟主开始 可以 要不你可以选择跟主演员 要不可以跟制作 对 我们这边朋友印象给你的职位 是基础的职位 是新媒体的运营策划 那我们这个新媒体策划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板块 是通过投资一些网络电影 然后来去宣传和营销 我们这样的一个品牌 那在这里边 我们是对这个角色有话语权的 我们不敢保证你非常好的角色 但是一些基础的角色 肯定是没问题的 把另外支盏灯亮起来 另外的十位老板 有没有薪资高于五千六 有没有 有 因为音乐教育的人才 还是相对稀缺的 尤其管理性 你的薪资出到多少 六千 六千 有没有超过于六千的 好 把另外九盏灯灭了 陈昊的亮起来 来 杨毅 你现在可以做一个决定 是否让陈昊 来代替他们两位当中的 其中一位 你的决定是 谢谢 谢谢 为什么 他提供的是上海的音乐教育的岗位 为什么 因为 这是不是我的梦想 你的梦想还是想进演艺圈 是吧 在思考十秒钟 在这两家企业当中 做出最后的选择 开始 朋友印象 耐娱乐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朋友印象 演员这个工作 那其实是我的梦想 然后现在可能梦想的距离有点远 真的没有可能的话就 就回家 就回家从事自己的教育 这方面 平时